欢迎大家来到本期拳红98C的比赛解说 这场比赛是苍井空大战大表哥 双方来一场三问对决 苍井空用阵源斋手发 对抗大表哥的麦卓 这阵源斋亲手能力比较单一 但是他的伤害超高 那大表哥如何应对 这两位玩家也是很久没有出现 看今天能不能发挥的很好 阵源斋抓到机会开始一个空中替连环 大表哥的血量是快速的下降 从此可见我们就可以感觉到 这个阵源斋伤害有多高了 麦卓这点血好像有点扛不住了 阵源斋还想再把他灌晕又灌晕了 但是麦卓使用了卷柱 使得板架跳出来 麦卓继续发波 阵源斋上一滴血搞不定他了吗 好一个反波搞定了 双方警空的意识还是强大呀 那么接着看第二个回合 大表哥他的板几两 现在板几两 裤外手套跳起 阵源斋还是使用了一个替脸款的操作 我们看阵源斋爆气 抓到机会一套带走非常轻松 灌晕 没有灌到 闪神就是想灌酒来着 哎呀空中提连环 角落板几两快速受伤 还是被抓晕了 抓晕之后阵源斋再再来一个板别 提连环拆 但是现在阵源斋没有了潮杀的机会 释放普通必杀 也是可以把大表哥给一套带走的 一阵踢一日反弹 大表哥的板几两交代了 板几两交代了以后 大表哥就剩下一个威斯了 其实大表哥这一局还是非常危险的 轻攻击一点直接上 哎 超杀呢 不应该是要上超杀的吗 又被阵源斋给过晕了 那威斯只能交出抢反 大表哥继续撞 要上超杀了吧 终于上了 终于上了 这次抓住必定要下死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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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苍井空半血一下 威斯继续狂连 因为是超杀脸嘛 这个吊血量必定是非常高的 苍井空第二个角色要出马 阵源斋已经完美完成他的任务 毕竟拿下两名大奖 不容易 第四个回合来了 苍井空的King King的连招都是比较多的 只要连上轻松七八十连 一百连都是可以的 好先把威斯的强反打出来 但是威斯他也抓到一次机会 那苍井空的King等于是废了 毕竟苍井空的King不是最后一个角色 没办法强反 只能眼睁睁看着威斯来连 威斯又使用了他魔性的狂帅 威斯我们可以看到炸出来的是红光 因为他也是拥有大蛇之力的 空中再来一发 感觉拳皇中很多人物都是和大蛇有点关系 多多少少有点关系 特别苍井空一滴血了 但是他晕了 好苍井空最后一个暴直活物 这个是苍井空的主力 所以说苍井空这一局的话还是 有优势的 好苍井空直接暴气 前期那么好的优势 被苍井空给打没了 威斯又先叫枪反 先叫枪反不代表就是我 看后续会是个什么操作 好还想中断 起手 不止后扔了一闪 抄不下人风 我们再用划铲做追击 飞一下子烧 空中一头接个战 我们马上进入到第二场 第二场苍井空用金家帆 大表哥他也用金家帆 看这局情况怎么样 双方都随机到了一个金家帆 旋风对阿达一段伤害 三段伤害是有破绽的 这个破绽还不小 大表哥抓到开启一个狂连模式 金家帆的基本连招 这应该是加强连招 二十五连招攻 天空风光脚 空中再来一发 两发天空风光脚之后 苍井空呀 残了 残血以后还没有瘦身 那就再点一个伟连 哦 大表哥的进攻是变本加烈 苍井空一滴血 他不妨抱上一切 堵一堵 他还是没有抱起的迹象 其实第一个人物 没有必要打得那么保守 浪就完事了啊 大表哥这个凤凰脚也太浪了 有点 反而被苍井空给连住了 苍井空也开始他加强版连招 旋风队空差城 封烟斩 一发天空风光脚坦塌 第二发 大表哥没有将苍井空带走 苍井空肯定不会留守 第二个回合大表哥大门 现在大门 哇气势 气势非常的猛啊 开场就是踏踏向前推进 大门的这个踏踏 挺唬人的 苍井空一滴血了 苍井空的机械翻 有点不敢向前的节奏 毕竟面对大门 感觉每个角色都有点不稳 大门这个抓 一抓破万法抓住了 抓住以后来个里头 两连抓就可以带走 大门还是比较好玩那个角色的 比较好上手 因为他连招节奏没有那么快 就是几波连抓 练好就行了 哦天地反向反手抓 没有那么容易 大门继续怼过去 跳cd没有中 呃起身反而被来了个中段 挺使用了一个镰刀腿 这也没个选风踢空中 这一手抄被闪上了 一个用 后面大表哥呀 把这个大门抱不住了 又一个妄想天 再次勾他 先拿住大表哥的大门 大表哥后面剩一个人 他拟空这局又占据了优势 后面看大表哥最后一个琢磨呀 琢磨想拿住苍几空这两个人物 是非常难的 就看大表哥后续怎么打了 一个Honkey 哦 反身未想则 并不能还要的中段 跳cd两次 这下要出大伤害了 琢磨也是可以实现 一套石鸽的 琢磨给他一个三连推 空中跳cd接住 一次cd两次cd 撂到天天手 扔 小飞踢 龙虎乱舞一套石鸽 完美手招 苍净空也剩下一个板击梁了 这个琢磨玩的还是很猛的 第五个回合 苍净空的板击梁 板击梁先爆气 他是想给对手一起天地霸露拳 这场是父子之战 板击梁和板击琢磨 琢磨掏个下盘 套不到 板击梁砍刀手 哇 相杀了 龙虎乱舞硬怼也怼不到了 但是琢磨又抓一个机会 前清手 把他撂倒 一个cd接砍刀手 起身以后琢磨快速后撤 这个意识非常强啊 哎呀 还是没有逃过龙虎乱舞 只能抢反了 师父大徒弟 哎 亲手前进手 琢磨又起手一套 那这一下板击梁 因为一个闪身 导致他送命 土豆没家 苍井空 真的跑不掉了 c头接一个小飞踢 大表哥拿一分 今天说风的火力 都是挺猛的 第三局苍井空有一个哈维D 大表哥用布兰兰手发 布兰开场就中了一发 那么哈维D直接亲手亲手 落地连接 板边循环接住大仗 哈维D啊 是一个运动员 美国队的运动员 他不单可以打拳啊 对 而且还可以是一个运动员 哦 挑肥D 一拳撂倒 结束 拳击手 这边来看第二个回合 大表哥的包之虎 其实感觉哈维D 才是很贴近拳皇那个角色 因为他只出拳 他是一名拳击手 哦 跳D地下 他这个拳击手啊 打拳皇的话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毕竟都是打拳嘛 现在苍井空下一个角色现身 第三个回合 苍井空的神乐千贺 好 或者后首先开了一个飞 那神乐千贺均用闪神躲步 或者后 既于下C推他 跳D 下C 生龙 封燕 上了 再封 可以 两次封印之后趁着封印这个劲 上了千贺一定要推过去 看上了千贺后续又被中招 又中招了 逃避山忍风 滑船滑上去落地飞 烧 啊 空头 一个D头 一个C头 这个烧 结束 不知火舞还是强啊 选到不知火舞 剩余就会增加很多了 看苍井空的拉面积 想抓没有抓住 不知火舞首先给他一个扔 那威斯也给他一个扔 撞 撞起来个B 呃 捡起来扔 撞 连到腿空中 3D连到腿空中 接个B杀机 现在使出了一套40连 还没有完 哦 没有气了 如果有气 还可以再撞一个B杀 或者后先用一气 打一打气势 其实这一气的话 并没有什么太大作用 大表哥开始另一套连 或者后先来个波 嗯 威斯又扔上去 撞 连到腿 一点血跑不掉 大表哥还剩一个人 大表哥这一局该何局何从 第五回合大表哥的大猪 大猪先给一个跳CD 后车过来跳D 叮 叮住了 叮住以后大表哥再向前冲刺一波 嗯 威斯做出强反动作 但是威斯已经没有多少血了 威斯两点之后他开了一个撞 好 必杀协中 大猪也强反交了 但是大表哥气很多现在 威斯再抓一套也是可以带走的 就管现在抓最后一套现在 气多血少 气和血都 啊 抓一个摇摇乐就藏不住了 大表哥实现了比分上面的一个反超 继续往下看 参景空用真武首发对抗大表哥的哈维D 又有哈维D 这个哈维D出场率还挺高的 大表哥会不会用哈维D呢 只用拳头攻击的一个角色 好 真武做防守 被破防了 破防完以后直接开大 反对还可以接炮拳 最佳 一个CD 来发炮拳来吧 好CD CD两次 没勾到啊 另一圈 现在反而被真武给反击了 他们仓景空 怎么办 仓景空想翻盘是不可能啊 我们看仓景空下一个人 第四 二个回合 看着他克拉克 仓景空 好 先做一个防守 哈维D还是 这个炮拳出的有点意外 太意外了 应该是串招了我想 好像大表哥对这个哈维D 熟练度不是太高 几次机会都白白浪费 这次不再浪费了吧 轻攻击三点直接上臂 原来大表哥是想用轻攻击多点接连招啊 接必杀 想练一练他的手速和感觉 轻攻击三点四点来一碗 这次并没有接 因为没有气 一直追着对手点子的下亲手 下亲角 向下方点的是下亲角 前方点的是下亲手 这么一个区别 下亲角是可以破下盘的 第三个回合 仓景空的琢磨 这是仓景空最后一个角色了 仓景空兵败如山倒 哇 又被多点确认 太惨了仓景空 这么多气啊 也爆发不出来 看哈维D又是多点确认 但是这次仓景空没有气 哎 近身必杀 展立成 其实大表哥这个打法 集气能力很慢 他一直想用多点亲攻击点啊 集不了多少气的这样子连 看现在就被仓景空给打到了 大表哥起身抽好 还能不能再多点确认 这招感觉非常适合原版 在98C中不适合这样的起手 第四个回合大表哥的猴子 猴子想跳逆向 好 发波被哼开 猴子再做几个防守 做摩 咕咕咕咕中啦 大波蓄力 猴子想跑 还是被怼不下来 那猴子继续跳 猴子逆向 没有中 刚才青空军是可以确实比啥嘛 做摩想冲出来 他就是冲不出来 反而被CD接了个大旋风 3比1结束了 糟了